自从学会了用绞肉机做豆腐啊 我家就再也没出去买过 自己做的卤水豆腐啊滑溜溜 颤巍巍 没有豆腥味 比超市的啊 可好吃太多了 250克黄豆提前浸泡一夜 挤净以后放入绞肉机 先这样干着嚼 磨成细腻的颗粒 加上少许的水 再磨成姜 水的总量是1500克 咱们分次加进来 多加上几次水啊 可以让姜出的更透 直接挤到锅里边小火慢熬 一边熬一边搅和避免扒底 再把多余的泡沫打掉 沸腾以后啊 再熬上5分钟 一定要把姜熬透 然后关火 做卤水豆腐啊 就用这个豆腐盐卤 一小袋啊 放上20克纯净水搅匀 关火5分钟 微微降温 接掉这个豆皮 再分次啊 把这个盐卤点进去 点豆腐的时候 一定要慢 不要着急 点得太快 豆腐化渣啊 就不好吃了 点到有一半的豆腐细出啊 就行 盖盖焖上20分钟 现在直接再煮一下 就是豆花了 吃起来啊 嫩嫩滑滑的 也可以放到豆腐盒里 用重物压上20分钟 就是豆腐了 自己学会了 做豆腐啊 随时想吃随时做 关键是啊 好吃 你也做起来吧 好